翡翠手镯有什么便宜的平替没有 有呀 最便宜的肯定是玛瑙手镯呀 你想一想一两百块钱 冰冰透透 娇娇润润 还透支 带着是很好看的 最主要是没有棉 没有杂质 没有精气 没有颗粒感 没有黑眼 想要啥颜色都有 你说是不是很好看 它一两百块钱带着真的很好看 有没有更像翡翠一点呢 更像一点的话 天山翠 知道吧 听很多姐姐说过 对 它的外形跟翡翠真的是特别的接近 特别是天山翠的冰飘花的手镯 冰冰透透的 飘兰花飘绿花的 才七八百块钱 主要它也是天然的也很好 最近很火啊 这种天山翠 对呀 它好看啊 还便宜啊 还是天然的 又何乐而不为呢 对不对 有没有更像翡翠一点呢 那就只有水墨玉了 啥水墨玉 高冰 玻璃底 透支起寒光起干光的那种 翡翠的那种手镯 你敢想象吗 就是好几排万多 水墨玉就有一模一样的 2000 而且你远看 你根本就看不出来它的区别哦 你完全看不出来 只有近看 你仔细看的时候 才会有一点点小区别 你说这种平地是不是很香 怎么能这么像呢 因为它就是翡翠的半生物质啊 所以它翡翠的各种特性啊 是非常非常非常接近的 但是它价钱比翡翠便宜太多了 很香了 那买那些就行了 买什么翡翠也那么贵 也对呀 那如果你是一个刚变的小仙女 你说花一两百块钱买个麻辣手镯 也很漂亮 是吧 经济条件再好点 买个天山翠七八百 和翡翠也很接近 你说再允许一点 你说和翡翠要更接近一点 买个水墨浴已经很高档了 但是在我这个年纪吧 我觉得就是对翡翠有种迷思 崇拜和热爱 那种感觉我说不出来 就好比把你带着翡翠手镯 在你的圈子里面 只要你说它是翡翠 别人就会高看你一眼 真的 就我说不出来他们的区别 但是你把这几个东西摆在一起的话 你就能看出它区别了 它有那种珠光宝气感 孕育之丸是有道理的 他们贵呀 就这么给你说吧 它只会更贵 啥意思 我就不知道从这十几年 就从17年18年开始做直播间 接触直播间开始 我明显清晰的记得 以前卖2000块钱的桌子 现在起码8000块以上 真的 你才几年吗 1819才五六年的时间 为什么长这么快 不是说商家挣得多 我跟你讲 原材料贵呀大哥 供不应求 但是不是让你们充分去消费 多看扫买 只要扭钱 啥子都能卖得到